聊斋之意 浦松林 百话翻译 贾珊珊 诗变 信阳县有一个老头是菜店村人 这个村子离县城有五六里路 老头和儿子在路边开了一家旅店 供过往的商旅之人留宿休息 有几个赶车的人 在这条道上来回贩运货物 是老头客店里的常客 有一天 黄昏时分 四个车夫又一起来到店里投诉 但此时店中已经客满了 四个人也没有别的办法 就一再请店主想办法安排他们住下 老头想了一会儿 倒是想到了一处住所 但又害怕客人们不喜欢 客人们说 现在只要有住的地方就行 哪还能挑挑拣拣呢 当时老头的儿媳妇刚刚死去 尸体正停放在一所房子里 他的儿子外出去购买木料来做棺材 还没有回来 老头想着那所作为灵堂的房子很安静 就带着客人穿过街巷往那里去了 进了这所房子 按机上点着一盏昏黄的油灯 按机后面是隔开临床的围杖 一床被子盖在死者身上 再看看里边的卧室 正好有一张连在一起的大通铺 几个人旅途劳顿 十分困倦 刚一躺下便憨声四起了 只有一个客人还将睡未睡 忽然听到临床上发出叉叉的声音 他急忙睁开眼睛 这时临床前的灯光十分明亮 把四周照得清清楚楚 只见那具女尸掀开了盖在身上的被子 坐了起来 不一会儿又下了临床 慢慢地走进了卧室 那女尸脸色淡黄 额头上系着一块绢布 她走到床边俯下身来 对着那三个睡着的客人身上吹气 这个还未睡着的客人非常惊慌 害怕女尸会吹到自己 便偷偷地用被子蒙住了头 屏息细听女尸的动静 没过多久 女尸果然走了过来 像对其他客人一样朝她吹气 一会儿 那个客人感觉到 女尸已经出了房间 不一会儿 就听到了被子发出的声音 她悄悄把头伸出来一看 只见那具女尸就像起初那样 僵直地躺在临床上 她吓得要死又不敢出声 便偷偷地用脚蹬那几个旅伴 可是 她们都一动不动 她想来想去 毫无办法 心想 不如穿上衣服逃出去吧 就在她刚坐起来 要穿衣服时 那叉叉声又响了起来 她吓得连忙躺下来 把头缩在被子里 她感觉到女尸又来到了她跟前 连续向她吹了好几次气才离开 一会儿 又听见有声音从临床那边传来 知道女尸又躺回到临床上了 于是 她慢慢地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 找到裤子 急忙穿上 光着脚就冲了出去 女尸也坐了起来 似乎要来追她 她刚到临床边的围帐时 客人已经拨开门栓 开门逃了出去 女尸在后面紧紧追赶 客人边跑边叫 但村里人却没有一个被惊醒的 她本想去敲店主的家门 又怕跑慢了 被女尸追上 于是 就沿着大道拼命向着县城的方向跑去 跑到了县城东郊 看到一座寺庙 听见了敲打沐鱼的声音 她连忙去拍打庙门 寺中的道人对她的举止十分惊讶 不想开门放她进去 正在这时 女尸已经追到了庙门前 就在客人身后一尺来远的地方 她又怕又急 正好寺庙外 有一棵四五尺粗的白杨树 客人就以树为掩护 女尸扑到右边 她就躲到左边 女尸扑到左边 她就躲到右边 女尸愈发狂怒 但是 慢慢的双方都疲惫不堪了 女尸猛地停下来 客人满身是汗 气喘吁吁 藏在树后面 突然 女尸又一下子向前扑来 伸出两只胳膊 从树干两侧伸过手来抓她 客人惊吓倒地 女尸一下子没抓住她 就抱着树干渐僵硬了 寺里的道人一直在偷听外面的动静 听到没有声音了才慢慢走了出来 她看见客人倒在地上 被用蜡烛光一照 看见她像死人一样 只是心口还有一丝气息在动 于是 道人把客人背进了庙里 过了一夜 客人才醒了过来 道人给她喝了点热汤 问起事情的缘由 客人就把事情的经过 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这时候 陈忠已经想过 道人借着浮小朦胧的天色 去查看白杨树 果然看见一具女僵尸 道人心中大嗨 连忙报告了支县 支县亲自前来勘验 她让人把女尸的手 从树上拉下来 但是 女尸的手抓得很紧 根本掰不动 再仔细一看 原来 女尸两只手的手指 都像钩子一样的弯曲着 指甲都已深深地 嵌进了树干里 支县又拆遣了好几个人 一块去拔 总算把女尸从树上拔了下来 看见女尸手指头 在树上留下的洞 就像用凿子打出的孔穴一样 支县派差役去老头家打听情况 那正因为女尸消失 客人抱死而一片混乱 拆遣向老头说明了缘由 老头就跟着拆遣 将女士认领回来 客人哭着对支县说 我们四个人一块出来的 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 而且 这种事情 怎么能让乡里人相信呢 支县于是给她写了一份证明文书 并赠她盘缠 让她回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